众所周知,宋雨琦在浙江卫视的奔跑吧综艺中为常驻嘉宾 但是据电视台工作人员说,原本雨琦只缺席三期录制 但在录制奔跑的期间,公司为她安排了很多团体工作 导致她缺席只录了四期 且不合理的安排行程,导致赞助商也很不满 原本打算第四期让雨琦给阿姆西拍了专属广告 结果因为公司原因拍不成,最后只能把广告换成别人 因此,粉丝们都在维权表示,希望雨琦回来 录制最后一期奔跑吧节目,公司要总是雨琦的各自 毕竟作为中枢断层的top成员,却队内各自最少 对此有网友就表示,不知道公司在搞什么 这严重影响了雨琦在国内的信誉 对雨琦本人百害无一利,对团体也没有任何好处 借此就是想要打压雨琦,比她续约 好,粉丝分享说,在牵手会上就有粉丝问她 怎么总是缺席奔跑吧 雨琦说,我努力了,后面只能去一期 粉丝听到这个回答,也觉得很心酸 一个常驻综艺,需要她努力才能去 就是因为公司的各种卡形成,各种打压,个人发展 对此,大家怎么看待呢?欢迎留言 爱的寒舍,没有人介绍我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